今天,是耶穌呼召第一批蠻族。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上週我們也慶祝眾聖徒, 上週我們慶祝眾聖徒。 所以,我要談一些關於使徒的事。 首先,耶穌親自選擇非常獨特, 他們是十二個使徒, 由耶穌親自選擇的, 是非常獨特的。 我們也知道, 耶穌不想獨特, 他一直在一個社群中, 在聖徒中, 他不再在聖徒中, 也不再在聖徒中, 但在聖徒中, 也不再在聖徒中, 但是在聖徒中, 聖徒在聖徒中有一個獨特的地位。 所以,聖徒在聖徒中有一個獨特的地位。 聖徒在聖徒中有一個獨特的聖徒中有一個獨特的聖徒中有一個獨特的聖徒。 聖徒在聖徒中有一個獨特的聖徒中有一個獨特的聖徒中有一個獨特的聖徒。 我希望你提到一些更深奧的事情, 耶穌,我所說的, 一直在聖徒中, 但在聖徒中在聖徒中, 一直在聖徒中, 一直在聖徒中, 在聖徒中是一個獨特的。 教會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個人主義, 而是在一個合一中, 而是在人前的。 我們沒有使徒, 但是使徒是他們獨特的, 是與耶穌合一的。 當然,我們也給了許多人的名字, 但是我們會尊稱他們為使徒。 我們再次看到, 聖誡, 我們的聖誡, 當然是由耶穌基督發佈, 讓聖誡會跟駕基督合作的呼召。 因此,耶穌自稱為聖徒, 而不是聖徒找聖徒。 神的奧秘是, 為何他選擇這些人, 而不是其他人。 他們並不是最高的教育, 或是最富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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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其他人。 或是其他人。 他們只是平凡的漁夫。 神的奧秘是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是很簡單的人, 你知, 耶穌, 他們也有很多軟弱的地方。 我們看到彼得的個性, 也沒有為了什麼原因, 他拒絕成了耶穌基督。 如果我們看到, 其他人, 聖徒和聖徒, 是聖徒, 他們也有聖徒, 而在聖徒中聖徒, 他們告訴他們, 聖徒和聖徒, 他們也有聖徒, 聖徒和聖徒, 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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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徒。 因此,耶穌被逮捕, 其他人都在他身上。 耶穌被逮捕, 只要耶穌被逮捕, 只要耶穌被逮捕, 其他人都在祂的十字下。 如果我們講講耶穌, 他曾經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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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法利賽人。 但我們看到, 聖靈靈來逮捕, 他們完全改變了。 當聖靈靈在他, 他完全改變了。 他們並沒有改變, 而是他的身彈性, 而他們並沒有改變, 並並不是完全改變, 而是將他的個性缺點, 把他的身彈性提升得更美好。 例如,保羅是法利塞人, 他只能用法利塞人的方法, 以基督徒和猶太人的方法來分辨。 約翰成為愛的使徒, 和一個偉大的神學家。 在教會中, 彼得仍然為其他使徒發援的聲音, 和其他使徒受難, 而仍然為其他使徒受難, 而仍然為其他使徒受難。 從一方面, 我們看到一些事情, 我們看到, 雖然我們有強力, 這些強力, 可以成為我們更加清潔的, 和其他使徒相同, 並且為其他使徒相同。 這真是深刻的, 所以, 他們有什麼好處, 讓耶穌基督選他們, 而不是選其他人。 當然, 我當然不能回答你100%, 我只會分享一些想法。 當他看到, 彼得和彼得, 彼得和彼得, 彼得的兄弟們, 他們只剩下垃圾。 當然, 當他們做這些事, 他們沒有工作, 因為魚人, 很多時候, 他們沒有工作, 所以當他們沒有工作, 他們沒有工作, 他們只剩下垃圾, 他們沒有工作, 他們只剩下垃圾的福利。 當他們在培養, 他們沒有工作, 他們也是在培養。 他們沒有工作, 他們只剩下垃圾的福利。 然後, 所以我們只剩下垃圾的福利。 當他們的主持人員, 他們只剩下垃圾的福利。 當他們是在培養。 當他不夠年輕, 他通過後, 他們說, :「留下所有東西, 我會讓你捕魚, 我會讓你捕魚。 很奇怪。 他並沒有預約他們, 我會給你更好的工作, 然後, 我們會有大的業務, 或是有什麼其他事件。 他並沒有說, :「得於如得人,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並沒有說, 他並沒有說, 他並沒有說, :「跟我來, 我會讓你捕魚, 我會讓你捕魚, 和我來, 我會讓你捕魚, 又是捕魚, 要有什麼意思呢?」 那他並沒有說, 只是捕魚, 我會讓你捕魚, 那麼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甚至連他們都跟隨了他, 甚至連他們的東西都撇下來, 甚至連他們都跟隨了他, 甚至連他們的東西都撇下來, 甚至連他們都跟隨了他。 還有其他人, 他們都跟隨了他們的同樣子, 他們都跟隨了他們的父親, 現在是個家人, 耶穌教他們的同樣子, 連他們都跟隨了他們的父親, 甚至連他們都跟隨了他們的父親。 他們都沒有想過。 我們走到經濟的壓力, 但誰會照顧這位老爸? 他們並沒有瘋了。 他們就單單地信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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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聖禮一結束, 你們就跟著聖禮一結束, 你們就跟著聖禮一結束。 如果聖禮一結束, 你們就跟著聖禮一結束, 他們就跟隨我。 你們會說, 不所有人, 但有些人會說, 如果聖禮一結束, 聖禮一結束, 他們會被我殺, 然後誰會給我家的財務, 我會有合約, 那會是經濟的危險, 可能會等待我收到聖禮, 或是讓我瘋了, 你瘋了嗎? 如果聖禮一結束, 你會說, 我禮拜一一定要上班, 因為我不上班, 我可能會被開除, 那我家的經濟收入就沒有了, 那我家的經濟收入就沒有了, 而且我又有打合約, 那我就是違約, 或者你直接跟神講, 離我遠一點, 不要來煩我。 所以, 如果聖禮一結束, 你會知道, 這是危險的事情, 所以, 我們可能會說, 謝謝神, 別叫我, 別離開, 我希望聖禮, 但別離開, 別離開, 這是危險的事情。 我愛你, 我愛你, 這就足夠了, 別離開, 我愛你, 我尊重你, 但是不要這麼接近我。 但是耶穌就是這麼接近我們, 比我們的母親更接近我們。 但是耶穌就是這麼接近我們, 比我們的母親更接近我們。 但是耶穌就是這麼接近我們, 感謝神, 讓我們完全遺棄所有的一切。 其實耶穌就是這麼接近我們, 因為他會保持所有的法律, 他會保持所有的法律, 他會保持所有的法律, 而是耶穌就是這麼接近我們。 然後耶穌就說, 你會保持所有的法律, 保持所有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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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依照他所說的。 耶穌就說, 非常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把所有的財產捐給窮人, 幫助他們, 來跟隨我吧。 然後耶穌就告訴他, 你真的是遵循所有的法律嗎? 哦!既然你做了這兩條法律, 那非常好, 來跟隨我吧。 那最後,他會怎樣決定呢? 所以耶穌就很憔悲, 好憤怒的, 王就說, 謝謝, bye-bye, 當時,耶穌說,放棄一切的財產。 他很悲哀,因為他比耶穌獨自然而捨棄的錢。 所以,他寧願選擇他的財富,而捨棄了耶穌。 就是要擁有什麼東西, 或是要擁有什麼東西, 是非常不同的。 其實,他們去了耶穌基督, 因為我們看到, 當時,安德烏, 就叫他的朋友, 你看到阿德烏, 他一提到他, 他一提, 他們在那邊。 你會看到, 這些鳥來賣菇, 但他們在那邊, 他們也想來聖堂, 他們也想去窗戶, 他們想去窗戶, 他們想去厚禮, 他們也想成為聖誠者。 我們也看到安德烈, 他也會告訴他的朋友, 拿蛋液,這樣的好消息。 我們也看到, 在我們教會的窗台, 也有一些鳥, 那他們似乎也想要進來, 也想要成為死童。 這就是在我們教會的窗戶, 他說, 《聖書》說, :「鳥, 像是你父親, 來到你的祖床, 製作水、 帶給孩子回復給他們的小孩。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受到神的恩典, 受到神的愛, 受到神的恩典, 受到神的愛, 而去到那個地方。 即便你去看那些鳥, 或是想要捕捉牠們, 即使你去外面, 或是想要捕捉牠們。 即使你去外面, 或是想要捕捉牠們。 所以, 有些人, 如同漁夫, 他們有祥和的心, 也不是所有的漁夫都成為使徒。 聖徒說, 聖徒表示, 聖徒宗說, 如果你在海邊, 或是想要捕捉牠們, 在海邊, 或是想要捕捉牠們。 聖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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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海邊, 你常常在那邊聆聽潮汐的海水的聲音。 當然,這並不是主要的原因, 我所說的, 這麼簡單,這麼平靜, 就像孩子們一樣, 他們接受神的呼吸。 雖然他們曾經受到耶穌基督, 而他們也曾經受到耶穌基督。 但您可以看到, 這些教育不高的人, 改變了世界。 聖徒, 一定是所有人都可以承認, 改變了歷史、科學、世界各種的思想。 聖徒, 建立了聖徒, 改變了世界。 聖徒, 大家可以記住, 聖徒們, 聖徒們, 他們在吃虧的玩笑。 他們都很小, 他們從來沒有想像到, 他們從來沒有想像的到, 他們從來沒有想像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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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發生了。 他們也有很多困境。 我永遠忘了保羅所說的, 外面爭鬥, 裡面有恐懼。 他們也有所存在的靈體。 甚至保羅所謂的痛處, 他也曾經祂祈求神, 祈求神的痛處, 祈求神經常從他身上的痛處, 而神經常從他身上的痛處。 神經常從他身上的痛處, 而神經常從他身上的痛處。 神經常從他身上的痛處。 從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做了小小的活動, 非常小的, 在小的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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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的環境中。 在小的環境中不只使徒, 而是有很多不同的功效, 也有很多不同的供應。 也有很多不同的供應。 甚至他, 不管是在廚房煮東西的, 或是在唱詩歌的。 聖母也不是使徒, 但她是在使徒後面的推手。 所以,讓我們慶祝聖徒的聖徒, 記住, 每個人的聖徒都要做自己的方式, 為其他人的愛和教育的愛。 記住,每個人所扮演的角色, 每個人所扮演的角色, 在歷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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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世界中。 雖然在我們小的廣場, 我們的廣場是非常小的, 所以, 我們在哪裡都不像我們在。 但我們的職業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是一個清潔廁所。 願使徒提醒我們在生命中, 願使徒提醒我們, 在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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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我們做錯了。 我們所說, 我們在生命中, 我們都在生命中, 但仍然我們是生命中。 我們都在生命中, 但是我們依然生活。 所以我們依然生活。 好,我們繼續。